所有欧币玩家 尤其是前锋玩家 看了我的前锋无不成福 开局不小心刷在箱子脸上了 没办法呀 只能先干个宝箱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我的前锋从来不带薄面 因为有我的双弹飞轮满球前锋在 还有图风能挂上人吗 勘探这就知道了 那没办法 只能让队友来补我的8%大遗产了 直接被戳了个震慑 没关系 博物前锋不会让你上挂的 这个位置不好撞 先换个位置 还有魔术棒 应该要牵人了 你敢牵我就直接撞啊 没有交互装怎么办 没关系包装不包火 第一波只是个试探 不知道他有没有快签 现在知道了 下波就贴近一点 这波直接到脸上了 不过这个位置不好撞 先换一下位置 看一下他要不要来先管我 要来先管我是吗 先解魔术棒 等他标记 标记完了 魔术棒取消 直接咋 现在乌鸡哥肯定觉得我手里没有球 可以直接去挂人了 但实际上哎 我这把球捡起来了 现在手里还有70%的球 还有个飞轮 直接贴脸欧币 只打交互状 包装还包火 下来就能溜 不是 这怎么还有个暂地记者啊 你真是个记者啊 博服密码机会自己点亮是吧 有我在欧币补就好了 还连我也一起拍 这个位置可能就有点难撞了 不过没关系啊 乌鸡哥肯定觉得我手里没什么球了 直接牵 那我就直接撞啊 我说了只打交互状 哎 解晕了 没关系 有我在看他就不可能死 又倒了 没关系 还有大量的球 还能再撞三次 还敢折千 那我哎 不是交互状啊 没关系 这波还是个试探 呃 展示一下容错而已 看样子还是不打算管我 贴近点 直接打着互状 下来就能溜 又要倒脸上了 没关系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点球根本装不下来 我在装 那你们就错了 看我的 这点球还是随便 确实装不了 飞轮 好吧 确实装不了 没办法